水某寒冬之际 为了让县内独居老人感受社会的温暖 华山基金会 草屯療院 及南开科大 特别举办一场 水某连欢音乐会 当中艺人赖一雪 也帮忙募资 及办手礼 要让这群阿公阿嬷 提前感受过年的气氛 希望能够募更多的资源 来关心我们的独居老人 关怀我们的长辈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 医院 学校 社区 一家亲 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的世大人 在这个岁末寒冬之际 我们陪伴长辈 一起陪他们一起围固 南开科技大学 能够照顾我们社区长辈的发想 一起来照顾我们 整个南投县的独居老人 然后借着这场活动 我们带领我们的独居老人 提早过一个欢乐的过年的氛围 整个联欢活动中 除了聚餐外 还安排了健康操 认识辞职 话剧表演 及请来音乐表演等节目 让独居老人和社区长辈 真正感受在地的关怀 这个老人在我们社区 是我们的宝贝 我们需要尽量来关怀 所以我们医院呢 希望能够走出这个医院 走入社区 来进一步来深入关怀 我们社区的长者 那营造我们一个福利健康的社会 这次特别结合社区 医院及艺文团体 在年中睡末之际 举办联欢音乐会 希望带给长辈除旧不新 欢喜过新年的气氛 医院坚警显也希望 借此活动能达到 抛转引玉的效果 吸引更多社会各界 广情线内独居老人 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很多 显身人数 可以抛转引力 来继续来做到 抑制 是说很需要来帮展的 这些所在 可以让大家出钱出力 让我们的包括抑制 独居老人 可以在他们最基本的温暖 餐会中长辈一边看表演 一边围如吃饭 脸上能看到充满开心的笑容 就能看出此活动的意义 也希望借此活动 能吸引更多社会各界 关心独居老人 明天新闻 邓国军 草囤草包到